来吧 接下来眨眼看看女嘉宾她经历的两道感情 没有女人不向往幸福浪漫的婚姻 我这样一个善良单纯的女人居然没感受过一次宠爱 我第一任丈夫是单位的同事 她工作很努力 但是因为家里困难一直没有找到另一半 在领导的撮合下 我不顾家人的反对和她组建了家庭 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 姊妹五个 我是最小的 被父母 哥姐们宠大的 家里怕我跟她 就是她家条件不好嘛 怕我跟着她没有保障 当时她这个挺老实的 而且那个写的一首好字 字写的特别漂亮 我就自己不顾家人反对 把活泼偷出来跟她登记结婚了 我当时想法很单纯 结婚了就赶紧生个孩子过日子就完事了呗 可是刚结婚三年她就一直离婚诉讼送到了单位 收到法院传票的那一刻我也蒙了一下 短短三年她居然以夫妻感情不合为由 决绝地与我离婚 我记得很清楚 那天是元旦晚会 领导在聚会结束以后单独找到了我 其实几天前女同事就来我办公室跟我说 我前夫到她家去跟她施爱 然后回来我问她 她就说是喝醉了 她不记得了 最后我也妥协选择了离婚 不知为何一切都成了我的错 父母也跟着我上火了很久 我知道在那个年代离婚是不被理解的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过年也不敢回家 这样我迫切地开始了第二段婚姻 我一直以为她是一束照入我生活的光 是我苦难的终结 她为人很细腻 把钱看得很重 我觉得她是过日的人 对于婚后AA字 挣钱各花各的 也没有提出一亿 我们过了25年 家庭也还算温馨 但是我一直没有感觉到 AA字是一种隐患 我自己做生意赔钱欠款 我想求她帮我还钱 没想到她急切地把房产 转到儿子名下 我明白孩子大了 但是这么多年 伸手帮一把都不愿意 这让我很寒心 这件事也成了这段婚姻的裂痕 原本温馨的家庭变得冷漠异常 可我还是想要维持 直到我翻到20年前 她写给单位同事的情诗 击亏了我最后的防线 想到这么多年 她从未爱过我 让我感到绝望 于是在19年 我坚决离婚 如今我只想找一个心胸开阔的男士 共度医生 这个女生不一把 女嘉宾的两段婚姻 第一段婚姻也是跟男嘉宾一模一样 胡罗巴都得婚就离了 你现在知道用啥不啊 我觉得她就说是夫妻感情不和 夫妻生活不和 现在我也想 确实当时自己比较小 比较年轻 而且受那种传统的思想影响 比较严重 就不像现在说的 不像不会女人不温柔 你头一个你是用啥力 你有几年 你自己就要吸血那种 夫妻生活不和谐 那这个理由就把婚离了 因为那这儿也没有啥钱 也没有啥房子 就是家里这些东西 那个分吧分吧 你要啥他要啥 这就完事了 其实第一段婚姻你维持了多久 四年吧 但第二个人 你生活了25年 也没过明白 是 这25年之内 你有没有让你感动的 就是在我父亲生病的时候 因为我家姊妹五个 我父亲当时是在72岁的时候 脑出血 晚上都是他们那个 我三个哥 还有我那个我前夫 就是这个确实是让我很感动的 所以说他可以出力 但不能出钱 对 除了钱啥都行 第二我给你过二十年 你这二十年当中 你还没想过 谢谢大家